哈喽,大家好,我是粤鱼 很开心又在我的频道跟大家见面 每一次的见面跟录这个影片 我都觉得非常的珍惜 然后我这个会制作这些影片呢 主要是因为我希望用我自己小小的力量 或者我自己的经历 可以说出更多我自己实际亲身的经历 还有可以记录更多我自己想要记录的事情 那我的影片呢 大部分的交流就是跟粉丝们的交流 还有就是常在看我影片的人的朋友 我觉得在这里我要先谢谢你们的支持 然后我确实是有收到一些朋友 就是但是我看不太懂他留的名字 可能是一个代码 他是有那个叫乐娟吧 不好意思 他是有乐捐给我的 我是有收到的 对 那虽然我不知道你是谁 但是我很谢谢你的支持 然后也谢谢你们的喜欢 那我是跟一般真的是所谓的那种专职的 做影片的人不一样 因为我想要做的就是我自己跟你们 就是频率对的人 频率相向的人 我希望可以把我的经历告诉更多 跟我同频共振的人 还有可以让更多人知道 可能不是只有你有遇到这样的状况 对 然后我也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 走向正确的道路 那一路上呢我也是跌跌撞撞啊 还有疑惑的事情也遇到非常的多 然后当然我现在还在学习 但是我觉得至少我已经知道自己的方向 还有 我觉得是个 其实有时候我真的会觉得有点孤独的路 但是但是这个之中的这种这种体验 不好意思 体验呢或者是那种 心得我就觉得很多 对那没关系我就不再多说了 有机会再跟你们聊 那谢谢你们的支持 然后我就是希望你们就像朋友一样 对就是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啊 我们可以大家讨论看看 然后可以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过得更美好 然后让我们每一天都长更多的智慧 来面临我们所面对到的问题 然后可以更珍爱我们的生命的每一秒 谢谢大家听我说完 那我今天想要分享的是 那我先说如果这次之中有听到我咳嗽声的话 那在这里请大家多多包涵 我喝个水 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就是你们看到镜头前面的这个香炉吗 这个叫香炉吗 其实我不太知道它的名称是什么 然后这个是 我等一下我打开给你们看 我今天想要分享就是我自己的日常 就是燕供 那我先说我没有皈依 我没有皈依佛教 我没有皈依任何宗教 但是我是一个很有趣的小孩 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 我小时候都去了很多 有宗教的地方 然后都跟他们一起同乐 但是可能也做了所谓的受洗的动作 或者是什么皈依的动作 或仪式 但是其实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我现在回想起来 我在想 我自己应该是有被做过 但是被做过 就是有去 比如说去教堂吃那个饼干啊 然后还有就是 小时候有去 圣诞节的时候就很喜欢去教堂 就会他们因为他们都会布置嘛 布置那个很多圣诞老人啊 还有一些天使啊 然后小时候我就非常的喜欢 然后我就会觉得 进到那个世界里面 我就会觉得很温暖 然后我都会觉得 很 就是很想要在里面一直逛一直逛 然后一直去听那些牧师啊 小时候我也不知道他是牧师 就穿着白袍的长辈 就是还有就教堂啊 很多人 然后会吃饼干 然后其实我都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那时候我还很小 可是我喜欢去接触 类似很多宗教的一些仪式或者那个氛围 我就感觉就是很幸福吧 对然后很有爱很温暖 那这是就是我小时候 我现在突然想到的 因为我的影片是没有写草稿的 所以我通常都是想到什么 或者我 我的我就是什么 我就是说什么的人 对我想到什么我就会说 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写草稿 也不一定完整 对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是 想要讲 突然想要讲一些小时候的事情啊 或者自己真的发生过的事情 然后所以我 我是没有写草稿的 所以如果觉得听不习惯的朋友们 那那没有关系 那如果喜欢的话你就继续留下听 然后如果觉得还好的话 或没有在共振到的话 也没有关系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本来就是频率的问题 那今天呢我就要分享这个燕共 我先讲我没有归依任何的宗教 到目前为止 但是呢我很喜欢做这个 我不知道道教有没有 但是我知道这是佛教的 还有密宗嘛 就是佛教 他们有在做燕共 那其实我燕共呢 是大概应该是三年前 四年前 三四年前 我就开始做了 然后每天就是一炷香 就是我的出门的时间 就是或醒来 就是一炷香 每天都会上一炷香 到目前为止啦 嗯 那就是上供下施嘛 那还有就是燕共 他也可以做祈福 像我每一天就是会为 我的家人朋友 还有就是 亲人 就是我想得到的 我反正我就会 会念一轮 对我就会希望他们 很健康平安 就每一天做 对然后 如果是这个 这炷香烧完的时候呢 我才会做就是 所谓的布施 下施嘛 就是六道 有情众生 我会有点分开 这样子 对然后 然后又有人问过我 就是 我有听过啦 好 就是有人说那个 那个 烟共 如果要 布施给六道友情的话 可不可以在白天 或晚上做 就是很多人可能 有这样的问题 我的话是没有分的 而且基本上 佛本来就没有 没有 没有分吧 对就是 我觉得是自己的心态 还有动机 最重要 对 那我先讲我为什么会做这个烟共嘛 就是 我觉得它是 对我来讲是 对我来讲是 祈福 还有就是 共佛 对因为我觉得神佛 佛或者宇宙 我还会讲宇宙 对我还会讲宇宙 对我而言 他们是一体的 所以我每一天早上 我都会感谢他们 就是 护持着我 然后我感谢宇宙 给我 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啊 就是 我就会觉得 很幸福啊 或者我觉得 很满足啊 类似是这样 我就会 讲我想讲的话 然后下诗的话 下部诗的话 就是六道友情 然后或者有时候 我听到 或看到新闻 有哪里有什么 很重大的事情 如果我有看到的话 我就会也会 就是回向给他们 对那讲回向 大部分也都是 佛教在讲 我不晓得 道教有没有讲 因为我对道教 的那个内容 可能不是那么清楚 对 但是我就讲 我自己的日常 就是每天早上 我就是目前为止 我都会烧一柱香 然后我会上供 然后烧完之后就是 这柱香 当然也是上供下诗 那再来是这个 烧完这柱香之后呢 我就会去烧那个专门烟共做的那种 那个叫什么 有点像塔的那种 我没有拿进来 对有点像塔的那个香 对那它里面就是有放一些野奶啊 还有药草 对就是烧给所谓的 讲白一点就是 孤魂野鬼啦 好六道友情啦 类似是这样 那我要 每次我烧的时候 我做这个烟共的时候 我讲的东西可能也 固定的会先固定先讲完 然后之后就是我自己 看我当时 就是比如说我有看到新闻啦 或者说前阵子 我的猫咪就是去拔牙 然后我就会 我就会希望这个 所谓的这个祈福 或这个烟共 可以让很多的猫咪啊 或者小动物 就是能够找到很好的主人啊 类似是这样 我就是每一次都不一样 对因为我的猫咪 在四月 四月的时候拔牙 是因为它撞断了牙 那我的猫也是老猫了 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它的 好像好像有点中风 你知道吗 那个脸脸有点 会就是会抽动这样子 然后反正反正总之 我就是去看了 它的嘴巴里面 我才发现 它原来是牙齿去撞断了 然后我第一个时间 我还哭嘛 我就觉得我不知道 我对那种宠物啊都 就是特别的心会特别的舍不得 对然后我都会觉得 然后反正是因为这个事情 然后我就 那几天做的那个烟供 我就会希望所有的 比如说猫狗好了 因为现在大部分人养生猫狗 我希望他们 我希望他们可以找到 很爱他们的家人 对然后我希望他们 可以过得很健康 类似是这样 然后我做烟供 应该是三四年前 我就开始 然后我要先讲 我自己的感应 就是我先给你们看 我的那个香 这个是大盒的 可是它很大盒 我是把它分装 不然 这个太大了 我就把它分装到 这个 我的盒子里面这样 然后每天就是拿 就烧一柱香 一柱清香 然后这个就是 看得到吗 就是做眼共 就是类似这种 三角形的 对 那这个是我今天早上 出门的时候 我就烧 烧到一半 然后可是我要出门了 所以我有把它洗掉 那当然通常我洗掉的时候 我会说明 就跟他们说明说 不好意思我要出门 所以我为了安全起见 我就是先把它暂停 但是回来的话 我有时间的话 像今天回来 我就马上就 再烟供 做这个烟供 对然后 我先讲我自己做烟供 就是三四年左右的时间 我自己觉得 第一个我很开心 然后第二个是 我觉得 它是跟 你看不见的东西连结 可是我觉得听到这个时候 不要有一些人 就是过多的揣测或什么 就是我所谓的连结 就是我觉得可以在 我早上烧这里住香的时候 我觉得可以 对天地之间 或者神佛 或者宇宙 感谢我的 表达我的 表达我的感谢 然后我就会觉得 我心情很舒畅 然后还有就是 下师这个动作呢 也让我觉得 我很想这么做 是因为 如果相信 如果你们有相信 就是有所谓 一定是有的 我是肯定相信的嘛 因为我自己的经历 也是有一些嘛 所以 比如说灵 西方可能讲灵嘛 那中国可能讲 魂嘛鬼之类的 对 总之这个 我们肉眼看不见的 我是相信它存在 所以所谓的下部师 我就是一直希望说 这些所谓的六代友情 或者外面的冤魂 这类的 我是一直希望 他们可以 尽我的力量 因为我的力量 还是很小的 但是我会尽我的力量 是我想要 就是请他们吃饭 对我希望他们就是 身体的病痛 已经好了 没有病痛 然后能够喝干净的水 对 然后 还有就是跟着 他们自己的信仰 的那个光的方向去 那有人是菩萨 有人可能是 耶稣啊 不一定 就是看他们自己的信仰 那总之我要表达就是 我上供下室的动机 跟我的心情 我就会觉得很 很满足吧 很平静 然后做了这三四年呢 我自己也觉得 其实我的生活 我自己觉得 就是蛮 算是蛮OK的 然后很顺利 然后工作上我也觉得 也很多的突破在突破 就是我觉得很不错啦 对我自己这样觉得 那我觉得每一个人对那个标准本来就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 我就是觉得我喜欢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今天可以分享给更多的人 或者 或者我觉得你有兴趣的人 或者有想法的人 你也可以去找 或者去 去找寻 搜寻 你觉得比较大间的庙宇 或者是真的是 已经佛教皈依的人 他们对这样的细部的仪轨呢 是更 仔细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都不是很重要 因为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的 我们的动机 跟我们的心态 对那像我有时候会念仪轨 有时候我不会 我看我的时间 对 我是 我也是蛮神奇的 就是学了还蛮快的 就是比如说咒语啊 仪轨啊 这一类的 我就是都学得很快 对 然后其实我没有特别是要谁去教我 可是我觉得在这一块我就学得很快 然后 而且我也可以背起来 对 然后我就会觉得 或许这是 上面的旨意吧 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我做得很开心 然后很平安 然后又可以为 我当时觉得身边需要的人做一个祈福 然后我都会觉得 我还能做什么 对 我常常都会在想说 嗯 我还可以做什么 而且你知道吗 我觉得有时候人类啊 就像我们是人嘛 我们这辈子当人嘛 我觉得有时候人你有在不开心 或是委屈的时候 你都可以说 真的大部分 大部分的正常的世界 跟我们这个视窗里面 我们可以说 可是我觉得 有时候我们看不到世界 而且我们跟他们是 虽然是重叠的 但是不是每个人可以看到他们 理解他们 所以我觉得他们是不是很多的事情 或很多的 嗯 那是什么 委屈吗 对 或者说 就是他们没有办法 他们没有办法 我觉得他们没有办法像我们 这么顺畅 对 那也有可能是 跟他们自己在生前的一些 可能业障啊 故事状况啊 可能都有关系 对 但是总之呢 我自己的话 我是觉得 我想要跟你们分享的就是 就是这个烟共 我有做这个日常 然后我觉得 很满足 然后可以为我 嗯 就是 回向啊 就是我想要回向给谁 比如说我的客户啊 还有我的粉丝频道啊 其实我会做耶 只是现在这样子讲 我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对 但是 我会去做这些事情的人 对 然后 嗯 还有就是 我就是 我就是每次都是希望 就是大家都是平安啊 幸福啊 然后 快乐 对 我常常就是 我常常 就是 就是这样子希望 然后 我觉得很好玩是 因为我做 烟共做的蛮认真的 对 然后 有空我就做 有空我就做 然后我就是看 我有空我就做这样 嘿 我就是这样 然后我在3月26号的时候的 那天晚上 我就梦到一个 很奇妙的 场景 那个场景就是 我每一次 呃 会常经过的一个 大十字路口 然后我刚好 那个 我还看得到是 哦 那天的梦境 我记得很清楚 我现在已经五月份了嘛 我记得很清楚 然后我有记录起来 就是 我在梦境中 都在做烟共 然后我都觉得自己 醒来的时候 觉得自己很好笑 是因为 我在梦境中 我都在做烟共 然后我做烟共 在那个梦境中 是我看得到 那个十字路口 是发生很多车祸的人 对 但是我在里面 看到说 我没有害怕 就是 我有看得到他们 然后就是 走来走去啊 然后 可能有的就是受伤啊 我就是有看 然后我就看到 我自己在那一个梦境里面 就是做烟共 然后我还叫很多人来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觉得 自己蛮好玩的 然后我就觉得说 可能是我自己 醒来之后 当然我 我知道梦境 在某一块的反射 它是真实的 你们懂我的意思吧 对 所以我自己醒来之后 我就知道 我自己是 目前为止 是很想做这件事情的 所以可能也就是因为 这样的 姻缘录了这支影片 对 然后跟大家分享 但是 如果说你 你不是 就是 一般人啊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你不一定要 皈依啊 什么之类 像我也没有 可是我就是觉得 我在这样子做的时候 我很开心 对 我可以为 我想 去努力的事情 或者我想要去 祝福的人 去祈福 然后我也想要 我看 我也想要 我看不到的 那个世界 对 我也希望他们 我可以帮助他们什么 我也是 就尽力去做 对 所以我会觉得 不论是上宫 或下室 做这个严宫 我都觉得 我自己的感应是 非常的 满足啊 开心啊 平安 然后 工作也非常的顺利 对 然后 然后就觉得 我觉得这个 严贡如有心绪的人 你们也可以再更深入的了解 那他也是一个就是 增加资粮 累积福报 类似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那当然他好像有 十几二十种的一些好处吧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你们可以自己去 上网看看 但是我就是 很单纯的动机 然后就是刚刚有跟 你们分享的一些小故事 然后他也就是 我自己的 有一个客户 他是男生 然后有一次 过来找我的时候 我忘了是什么事情 然后 总之呢 他就是一个 很铁齿的一位男生 然后那一次的 聊到就是 他跟我说 他很铁齿 然后发生了一些事情 还是很铁齿 然后后来 他有一个好朋友呢 好像就跟他讲说 要帮他 做严贡 可能他们是 有妙语 还是什么 类似是这样 然后我就 他就说 那严贡是什么 还问他那个朋友 然后他就是真的也是 做了这个研究 他是请别人帮他做的 然后他好像付钱吧 类似是这样 他就说他那个 很大的那个事情 他遇到那个时候的困难 就解决了 嗯 这个是我自己的客户 亲口跟我分享的 对 然后我就觉得说 嗯 我自己的话是觉得 嗯 不管是心情好 或者是遇到困难 反正我就是 我就是每天一定会一注相 目前为止 然后我也会严贡的人 所以我就是 觉得很 我觉得心里会很平静吧 对 然后我可以说 或者我想要 我发出的意念是 我想要去帮助 什么事件 我可以去做 对 我就觉得 这个是觉得 我觉得蛮好的 就一个发心啊 嗯 我就觉得蛮好的 然后再来是我的客户 他自己也跟我分享了 然后我也觉得 蛮特别 也蛮神奇的 就是 他的事情 当初他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位男客人 男客户 他就 解决了 对 所以我觉得 嗯 这个以上都是我自己个人的 分享啦 对 我就是想 想让你们知道 这个燕贡的好处 还有就是 我为什么喜欢做这个事情 然后我觉得 这也是一个缘分 这也是一个机缘 因为 嗯 好吧 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了 对 谢谢大家 那 嗯 如果你们也对燕贡有兴趣的话 你们可以上网 Google啊 其实还蛮多 这样 这方面的讯息的 嗯 那 那我觉得 了解过后 再做 如果不是很了解的人 带着怀疑 或者一些其他的鞋支鞋件的 那我觉得就不要做 就这么 这么单纯 对 那谢谢大家 然后下次见 拜拜